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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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哎呀怎么回事 你撞了我还问我 我的腿呀 我的玻璃盖呀 我的大脑袋呀 疼呀 大哥我没撞你 我就是路过看见你躺着我关心一下你 这里没别人 不是你撞的谁撞的 今天没个三万五万的 你走不了 哎呦我的腿 我的腿断了 有没有人呀 这里有没有人 这里有人撞人 不承认呀 有没有王法呀 有没有鬼管了 大哥真不是我撞的 你肯定认错人了 我不管 就是你撞的 你今天不赔钱就别想走 哎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呀 他把我撞了 腿都撞断了 还想跑 嘿嘿嘿嘿嘿 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撞的 我就路过 看见他躺在这儿 我好心过来扶他 他说是我撞的 然后就成这样了 不管怎么样 你先去医院吧 不行 那我要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他跑着呢 我就要钱 哎 美女 你看这种情况 你也解释不清楚 你还不如给他点钱 让他走得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哎 那要不这样吧 美女 那个我身上正好有点钱 我现在借给你 你先处理你这个事情 那不好吧 哎 没事 你处理完了 然后我再跟你一块去 取钱 实际上你还给我就行了 啊 好 太谢谢你了 遇见好人了 没事 大哥 你看 我就这么点钱了 都是借的 都给你 你看行吗 啊 行吗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姑娘 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要第一时间报警 嗯 不要私自处理 这是一种新型的 连环诈骗手段 先是以碰瓷 扼钱 来扰乱你的判断能力 再借钱给你 扳取你的信任 当你还钱之时 对你实施第二次诈骗 他们呀 都是一伙儿的